昨天游泳的时候遇见了年轻医生的父母 心情很高兴 很多来北美的家庭的孩子学习生命科学 希望自己能够是一个医生 但是北美当医生要经过特别的学习 对医生的要求十分高 特别严苛 这里包含了要更加的有兴趣学 更加的专心学习才能够获得医生的资格 因为医生面对的是人的生命 人命关天 这样一来能够完成医学专业的学生就比较少 比如开始有一百个人在学校里学习生命科学准备当医生 到毕业的时候很少学生取得医生资格 很多人不得不中途改变专业 比如学放射科学 药学 生物学 营养学 护士等等 医生的工作还要学习最新的治疗方法 最新的药学 就是要掌握最新的知识 出于好奇 我很想知道当了好些年 几乎是1990年出生的这位年轻的医生的家长是怎样让孩子如此成功的 当然我不能直接问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知道不识字的父母 在深山老邻居住的农民也有很多把孩子培养成优秀人才的案例 我想用两个英语词汇结束我这篇小短文 Encourager是鼓励 Courage是勇气 Courage加上前缀 En就是encourager 做事情的勇气需要父母无声隐含的鼓励 这位年轻医生的父亲和我说话时认真鼓励 说我年轻身体好 这是一位开朗 反应极快 加重鼓励人让人更有勇气做事的好父亲 好人